我們把Photocab打開之後 第一個要做的當然你要開一個新的檔案 雖然你進來也有開一個新的 但是並不見得符合的需求 我們從左上角這裡 檔案這邊自己建立一個新的編輯 從左上角這裡 你把它按一個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尺寸的部分 有很多,有沒有 一般最少我們應該也會做到A4吧 對不對 A4,當然你要做更大一點也可以 反正他最後都有那一件檔案 我就先開個A4的 其實我剛剛那個版本我也是開個A4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印大張 好,OK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A4的尺寸 那解析度的話呢 解析度其實如果比較標準的 這個我們剛剛還沒有跟各位介紹 就是一般我們在螢幕上的解析度跟什麼 印刷出來的解析度不一樣 解析度如果你用 以前在學那個 國中 理化的時候 應該有學過一堂課叫密度 就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們螢幕上的 密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用96或72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印刷的 印刷的 它的點要比較細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印刷一般都會用到300 比如像你的報章雜誌 那報紙的話 就不用那麼高了 報紙差不多是150到175左右而已 所以你應該很明顯知道 你在看報紙跟看那個雜誌 哪一個細字度比較 質感比較不一樣 是不是報紙的 報紙的比較長 對不對 那書的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了解 書下我們寫書 基本上都是什麼 300dpi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要列印的 印出來的 你就可以直接設解析度是300dpi 這樣了解的 這是第一個 順便解釋一下 把按下去 OK這樣就有了 那我們要做這個 對的 你應該是要開 我那個範例好像是橫的吧 我這個範例是橫的 所以那個要交換一下 我來開一個新的 但是我把它交換一下 在這裡 我現在是直的 你按一下這個 這樣就交換了 這樣開出來就會是 橫式的 OK 那第一個解決的 第二個要解決的是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沒有一個 漸層的背景 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Photocab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產生漸層的背景 你可以看到左手邊 左手邊 好像沒有 這裡有漸層 你壓了 畫下去 是不是就有了 在左手邊 左手邊 油氣筒的下面 那 油氣筒的下面 有沒有 但是現在預設的漸層是黑白的 不是我要的 所以你要從哪裡 上面這個地方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很多不一樣其他漸層 在上面 上面這一塊 這裡 你把它點一下 這裡有個三角形 你可以點一下 這個地方 點了之後呢 就跳出來 有個很多預設的 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那如果沒有你喜歡的 沒關係 我可以改 怎麼改呢 假設我點到這個 比較接近我的 比較接近我要的 我就來增加 增加這些點 比如說我這邊過來 拉過來一點 好 那我在這邊想要再加一個白色的 怎麼加白色的 按滑鼠的右鍵 按左鍵沒有用 按滑鼠的右鍵 多了之後你就可以來這邊 去改成你想要的顏色 好 我就以這樣子 可以嗎 我就從紅 黃到白 其實你用什麼顏色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 感受一下 OK 好的 現在我就拖曳一下 我是編導過來拖曳 就是我從 從右下拉到左上 因為我是從紅色開始 所以我點下去的地方就是紅色的 好 這樣有沒有就有一個了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想要什麼方向的 都好 這樣背景也可以 其實呢 像這種背景啊 你可以看看喔 如果你覺得 不要自己做 請問可不可以上網找 可以 所以如果你剛剛有留意一下的話 我們在最前面這邊 在這邊 在這裡 其實我下面有補充一個 有沒有 在下面 就是如果你只想要找一個好的背景 其實你有好的背景就成功一半啊 跟簡報一樣啊 因為我們海報 你如果要好看一點 有個好的背景字 也是不錯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關鍵字 像背景 背光 你不要用中文找 用中文找 找到的東西比較少 你用英文的背光啊 背光啊 這個叫什麼抽象的 Uptray 這是抽象的 Gradient是漸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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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搭配 這樣的關鍵字 你就比較容易找到適合的背景圖 適合的背景圖 這樣OK嗎 也沒問題 可以喔 好 所以我們這裡好了 剛剛字也準備好了 可不可以把它丟進來 可以 但是各位不要衝動喔 你不要想說 這個看到就把它這樣丟進來喔 他就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這個不要了 要開心的 請你不要用丟的 這裡取消 我們要加到Follocab 請找你的右手邊 然後你的右手邊這裡 這裡有一個叫做照片物件 有一個叫照片物件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加進來 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看不清楚 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裡 我看一下 瀏覽 照片物件這裡好像沒有 還是要從右手邊喔 從這裡 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一下 你就可以去找一下 你剛剛的那邊 好我把它看一下 放在這裡 我找到了 夢想的夢 有沒有 你就點到它就好了 好 點到它我就可以把它加進來了 各位可以順便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點到那個字的時候 這裡有出現這樣一格一格的 這樣就代表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這樣了解齁 好 所以我就來按一下OK囉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 所以你就把大小調好就好了 所以 去背有沒有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 弄得好 其實這個部分就沒問題 所以你看 你在找 右手邊 可以再把其他的字 弄進來 你看Photocab多麼貼心 你用過了就可以講 你已經用過了喔 對不對 對啊 其他軟體就沒有這麼貼心 都說你自己想辦法 好 所以你再把它 其他的字 就可以再這樣加進來 所以其實全字庫那個 事實上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他幫我們把這些內容 這些書法評價的字 都怎麼樣 都準備好了 如果你真的 覺得一個一個來 實在是太慢了 你就全部一起選起來 全部一起交進來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對不對 所以你就選好了 就可以把它一次的把它交進來 那你只要把位置調整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會選用Photocab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Photocab 有塗層的概念 它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其實對於各位來說 你以後這些內容 還可以怎麼樣 再做調整 它不像有的APP 你可能做完了就怎麼樣 就完了 下次要可以再來一次 這樣是比較麻煩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能夠像這樣保留 它的所謂的可編集器 其實對我們以後要再改 會相對容易 好 那這個地方就看你怎麼排 沒有關係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塗層的概念 對不對 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以後你要做調整 這邊就可以動 就可以動 那我們順便先存檔一下 了解一下Photocab 你看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儲存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那儲存的時候 它有分不同的影像的類型 各位我們現在還沒做完 你要存它的抓看檔 這個叫做工作檔PCL 下次就可以用Photocab 再把這個打開繼續編輯它 再把它繼續編輯它 你就可以加上一個檔名 看你要什麼樣的檔名稱 好 我找到我剛剛的位置 我現在就把它存起來 就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就OK啦 所以標題跟我們背景 這樣就解決囉 這樣還OK嗎 沒有問題喔 OK 我告訴你